這本書的特色就在它從跨國、跨族、跨語言還有跨文化和跨類型的角度去敘述 在馬來西亞電影歷史上面的存在 然後也提出蠻多美學與社會評論 然後提出一些尖銳的議題 那我先從 導論這邊它其實在講說有關華語和華語電影的兩種說法 我看你導致這樣 那這個是可以選的 又是可以選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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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在直播嗎 有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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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語言總是屬於年輕一代的角度來看 由語言專家比較和預期華語和漢語的競爭 華語的勝利已經為期不遠 因此中国大陆语言专家倡议在涉及跨境汉语的场所 尽可能采用华语一词而不是汉语 以便有利于汉语传播汉国际化 1990年代已有大陆学者干脆主张把中国大陆对外汉语教学 改称为华语教学 汉语主内、华语对外 从语言学层面来看 然而现代语言专家界定的华语跟文化研究和华语电影学界 对华语的说法存有分歧 语言专家请上语把华语界定为 华语是以现代语通话为 在此界定之中 它不包括任何的华人方言 笛者称之为语言语言 华语的理解 华语电影中的华语不等同派 华语不是一个严格的语言学上的概念 而是一个宽泛的语言文化的概念 华语电影中的华 与中华民族中的华的意思相同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 它包括汉族和汉语 也包括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语言 这个含义上的华语应当包括两岸四地 包括中国台湾香港澳门 使用的所有语言和方言 其中自然也包括有北京方言演变成的普通话或国语 华语电影是在两岸内地用华语拍摄的电影 它也南瓜在海外、世界各地用华语拍摄的电影 2004年前后卢小鹏和叶岳渝提出的华语电影 作为一个更全面的术语 包含一切与华语相关的在地、国家、区域、跨国、漂泊、离散 以及全球的电影 至今此术语已非常广泛通用于两岸三地与英美的主流学术界 这主要归功于卢小鹏和叶岳渝对华语电影一词的落力推广 把它理论化和主流化 并且给予详细界定 那些主要使用华语方言 在大陆、台湾、香港及离散华裔社群制作的电影 其中也包括那些与其他电影工业跨国合作生产的影片 华语电影的提法经常被批评为是一种语言本质主义 如果抛弃一元华语的界定 华语电影的多元华语就能抛开语言本质主义的枷锁 固然华语电影不仅是语言和声音而已 也包含影像、趣事、意识形态等株元素 以华语电影统称中国大陆和台港 以及其他华人地区的电影 不是要排除各地区之间华语电影的差异和特色 仅是把华语元素视为连结和辩证各地华人电影文化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别无任何的政治议程 卢小鹏先后提出的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和Chinese Language Cinema 在中文学界多半军队议程跨国华语电影和华语电影 英国的中国电影研究先生斐开锐 提出的Chinese Cinema在中文学界也多半翻译成华语电影 从史书美奠基的华语语系理论发展出来的 Sinophone Cinema也译成华语语系电影或华语电影 虽然这些名目各自所攜带的理论意识形态和所设置或批判的中国性的深浅不尽相同或有所歧义 甚至在区域指射上有所区隔 但这些命名在中文的翻译语境中均互约而同出现华语语词 也由此端倪华语语词是一个在中国内外比较能让各方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即使有些语词的原字Chinese偶尔被翻译成华语或汉语或中文或中国或中华 当中国大陆学者忧心忡忡感叹中国国内华语电影概念 却已逐渐形成并在政界、业界、学界、媒体和观众中广泛使用 被称为华语电影的影片文本 也在全球观众特别是华人社区的不同范围内拓散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华语电影的出发点不是国家和疆界 而是跨越疆界的语言、文化和泛中华性 它将分散在两岸四地以及海外的华语影片制作进行整合 眼看这样的一个广义上的华语电影概念 近20多年来从海外到中国大陆渐渐已形成命名的共识 然而也在中外学界引起非议 北京大学的李道新、郑文批评华语电影论述 都是在欧美人文科学背景下诞生 含有美国中心主义之嫌 并批评华语电影这一概念的生成和演变 是缺乏历史维度的 华语电影只是作为一个政治性的概念 具有它自身的生命力 无力阐述它想涵盖的那一种 更具深广历史背景的电影 并且不可以期待会有一种华语电影史的出现 另一边相北美的日益加拿大学者 却撰书在其中一张批评华语电影论 术士伪装的中国中心主义 非但没有解释中国和中国中心主义 反而把本来分散的大陆、台湾、香港 重新整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帝国 大中华 卢曉彭提倡的这些泛中华的族群 近似其坏地在支持当前国族主义论述中 常见的族群中心的凯旋主义 上述两集的争议真结在于有关华语电影的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可称之为作为 像心力的华语电影论述 尤其为中国大陆学者所擅长 这一派的论述通常倾向于 使用中国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 不自觉地从民族、国家和江界出发 衡量或发挥华语电影的政治功能 例如中国学者自认在大陆围绕 华语电影概念所展开的论述 不管是支持、反对、还是客观的研究 都有一个共同的关注 那就是对大陆、香港、台湾、3D电影 给予整体性的正式命名的渴望 以及维护中国电影完整性、统一性、独立性的焦虑 因此这派学者比较倾向于 突出华语电影中的一元华语功能 淡化华人方言在电影叙事的能力 第二种说法作为离心力的华语电影论述 尤其为海外英语学术界的学者所擅长 这一派的学者比较倾向于 从文化和语言出发研究华语电影 借此进行跨区域的、跨国的、多元的、共识的研究 但也被领到心批评 总是以超越政治的方式回到政治 这派学者比较倾向于 突出华语电影中的多元华语的方言功能 进而淡化或批判一元华语在电影叙事的迟令 上述两种有关华语和华语电影的说法 决定了作为向心力的华语电影论述 和作为离心力的华语电影论述 之间持久的博弈或对峙 以则简称为华语论述构构 近乎所有争议都纠结在这个结构中不断延伸、重构或结构而已 中国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 作为华语论述构中发生冲突两端的论述词场 这两个中心分别在国际政治论述场域的通俗表述 就是中国梦和美国梦 这两个中心经常会以诸种二元对立的修辞 比方东方和西方 在论述场域中持续发挥力道 他轻易排除了美中两国以外的华语与系社群 对华语和华语电影享有的原初记忆和历史 似乎美中两国以外的华语与系社群既不在东方亦不在西方 仿佛他们都在乌有乡 星马华语与系社群正是长久被置于乌有乡的虚拟时尽中 二、华语与华语电影在星马的原初记忆和历史 当李斗星批评华语电影论述含有美国中心主义 如小鹏及撰文反驳 华语电影的概念最初在台湾的中文学界提出 如今在中国大陆的中文学界广泛展开 应当和美国中心主义没关系 无论华语电影是美国中心主义 亦或中国中心主义 这些正反论述都遮蔽了美国和中国以外的华语电影概念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语境 例如全球无论中国以外 例如全球无论中外的学者致敬都认为 1990年代的台湾人或香港人 是华语电影命名概念的始作俑者 但是没有多少学者去正视1950到60年代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报刊媒体 已经普遍使用华语电影概念 也在1950年代末被新马国泰机构电影发行人间导演 易水进行理论实践 出版马来西亚华语电影问题 也亲自拍摄述故以新马为背景的华语电影 华语电影在当时新马的使用语境 以类似当代华语电影的用法 它一开始就是一个复述的概念 即包含中国大陆、港、台和其他华人区域的中文电影 一涵盖各地华人方言电影 当代华语电影论述的奠基者卢晓彭和叶岳瑜 当年认为华语电影一词是 最初被台湾和香港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采用 叶岳瑜追溯台湾李天罗教授 1992年在台北举办了一个华语电影研讨会 这是第一次两岸三地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讨论三地电影 后来会议部分论文收录在1996年 李天罗主编的当代华语电影论述中 笔者翻阅此书 李天罗有在序论提及 1992年以底台湾府人大学大众传播学系 与中华民国视觉传播学会主办 海峡两岸电影学术交流研讨会 邀请四位大陆学者亲自来台出席提报 但会议名称并没有出现华语电影译词 另外 全书论文包括李天罗的序论 并没有对华语电影译词进行任何诠释或理论建构 不过从李天罗的序论名称和论文里 能推断他命名华语电影背后的蕴含 他非常不满欧美强试体系的价值论断 已在3D形成一种阿图色所谓自然现实意识形态效果 欧美对我们自身文化成品的论断说法 即是当然的论断说法的认定 他批判3D学术与评论界 不但远离了对欧美常识体系结构对抗阅读 反而把他们当作权威式的平整 转述又转述 他批判西方电影学界配合着媒介系统 影评影展评选特定的行销网络 形成一套对3D中国电影价值评数的强顾体系 不断向我们边陲的文化成品提出优劣论断说法 因此李天楼一方面为了找寻一个自主的电影论述 跟澳媒体系尝试的价值论断进行对抗阅读 另一方面又需要避开中国民族主义对港台电影的收编 华语电影是他命名当时两岸3D电影的权益之计 在李天楼主编的当代华语电影论述出版之前 1995年郑树森也在台湾主编论文及文化批评与华语电影 版权益著名其英文书名是Cultural Criticism and Chinese Cinema 示范了所谓的华语是可以跟Chinese或中国随时互换的先例 全数包括主编与撰写导论的廖炳慧 也是没有对华语电影进行任何论述和界定 倒是在导论里屡次使用华文电影 用来描述中港台电影之间的关系 由于分享共同的书写文字及某种形式的文化传统 中港台的电影生产及消费行为是有其内在的伤心律动 特别是在主题的开展、资金的运用、人力的支援及发行的网络等面向上 中港台的华文电影相互学习合作竞争直设 让这些地区内外的华人及非华人社群了解海峡两岸三地的文化差异 极简不乱里还乱的生命共同体文化经验 无论是李天堂的华语电影或廖饼会华文电影论述 一方面承认中国和港台电影之间的文化互动 乐观其成作为一种向心力的华语电影论述之行程 另一方面他俩也相当谨慎地在不抹除两岸三地差异的原则之下 避开两岸三地国族政治的敏感地带 不排除作为离心力的华语电影论述在所难免 这套迹向心又离心的华语电影论述至今依旧是港台电影论述的特色 他一方面被中国大陆偏右的洋务派学者所继承 另一方面近年却被中国大陆偏左的本土派学者所拒绝 无论如何也正因为从欧美到两岸三地的学者长期聚焦的 都只是作为中心的中国跟港台之间的互动和协商 任何其他关于华语电影论述不在中港台语境的起源之说 似乎很难进入他们的视野范围 以至华语电影一词最早出现于港台学者 一说这些年来近乎已成为中外学界定论 乃至上升到华语论述结构的档案 这个档案在中国梦和美国梦之间持续发酵 发梦者念字代字的要不是中国梦 不然这是美国梦 梦是发梦者按照自身的法则 重新进行对原初元素的排列 因此这个档案不追求对原初记忆的忠实记录 乃是对原初记忆的措置 档案被处理成保存和储存过去的档案物 此档案物在任何形式下 即便是空档 仍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档案物 这种形式 非但不容中港台和欧美以外的他者智慧 也自动消磨或改写了华语电影的文出记忆 李道新批评华语电影概念的生成和演变缺乏历史维度 2015年他开始意识到说华语电影诞生于1990年代初 是不严谨的 因为他在对1960、70年代的香港杂志 报纸进行阅读和梳理的过程中 发现出现过华语和华语电影的词汇 因此他下了定论 华语电影这个概念 我们最早也只能把它推到六七十年代的香港 其实华语和华语电影的词汇 更早屡建于1950、60年代新马的华文报刊 举例1956年4月6号 南洋商报第六版标题为 波音车出动 邀人民复会的新闻 曾报导 而在报告华语方面 该党辈具有能超越、闽、狐、穷等方言及普通话的报告员 当中华语明显是涵盖普通话和华人方言 再举1957年的例子 即马来西亚独立那一年 1957年9月18日南洋商报第十六版当中 一篇标题为新马的华语问题的社论当中就曾提到 当时的马来人认为华语有许多种 并列出马来人认为属于华语的语言 即米南语、粤语、潮州话和重州话 直言华人的语言很复杂、无法抉择 由此可见 当时不但是华人社会内部 就连华人社会以外的社群 也认为华语并非仅止一种语言 而是认为华语有许多种 并且是没有标准的 同时还能列出华语 包括了各种华人方言 上述举例都是作为多元华语 在新马历史的铁证 它不能等同于当代中国大陆以现代汉语普通化为标准的语言华语 1950、60年代 新马和香港的报刊媒体有极度频密的互动和交流 相信香港媒体报刊当时是受到新马报刊的影响 开始在1960、70年代使用华语和华语电影译词 简而言之 华语在新马历史的含义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是指新马华人所操的语言 除了普通话之外 也包括华族社群中所通行的各种方言 狭义则指 在华人人口中通用的如中国人所称呼的普通话或汉语 不包括方言在内 在新马这30多年以来推行的讲华语运动 所主张的多讲华语小说方言的意识形态中 前者的广义内涵至今逐渐被人遗忘 取而代之则是后者的侠义 近年叶月娱在中国大陆接受采访说到 新加坡华语其实是一个包容性的概念 各种语言都有 包括福建话、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海南话、普通话等等 华语本身也是复数 表述一种包容性和一种复杂的语言形态 叶月娱提及的新加坡华语其实是扫其新加坡的多元华语 跟新加坡1965年建国至今 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的华语不能同日而语 为了配合官方的讲华语运动 1980年代以降新加坡从事华语教学的语言学家 通过诸种素术和演说 洛丽把华语的狭义证明 把方言从华语的含义排除出去 其中一位扬名中国的学者即是陈崇瑜 1980年代他开始在国内外推广以华语来取代国语、汉语和普通话的称谓 他对华语的定义在没有论证的情况下 就把方言排除在外 例如他说 汉语一词包括了汉人的各种方言 而华语指的却只是所谓的国语、普普通话 自我遮蔽了广义的华语在新加坡本土的原初记忆和历史 在1950年代之前 南洋各电影小报 例如1920年代的《消贤中》、《海星》、《曼舞螺》 以及1940年代的《娱乐》 绝大部分均以国产电影或国片 来称呼从中国进口的电影 华南或香港的广东电影则以《月片》称之 1950年代以后却出现微妙的变化 华语中的叉叉片或华语电影或华语片 逐渐作为国片、粤语以及诸种方言的片种统称 例如1956年7月21日新报 《培养健康进步文化》 反对黄色文化运动 这篇专项刊登一篇无人庶名的文章 华语中的粤语片 专门以鸳鸯蝴蝶式的恋爱歌唱悲剧 和武侠打斗来磨嘴 南洋商报的影片广告 把《幸福之门》形容为一部首部以本邦人物 人力物力设置完成之华语剧片 1960年新马电影周报 也以华语电影指称乐片《马来西亚之恋》 和《冰城宴》《下雨片》《遥远寄相思》 和《恩情深似海》等片 《逸水马来亚华语电影问题》一书 正是1950年代华语脉络派生出来的知识生产 《逸水提倡的马来西亚华语电影》 其华语恰巧一如如小鹏和叶月语给华语电影下的定义 非但不排斥方言电影 而且还包含方言电影 照目前国片在马来市场的需求而观 本地华语电影《中国语》《月语》《下雨》 三种语言都是可以拍摄的 甚至他也不排斥其他方言 例如《荣穷克》 不过考虑到不要分散马来西亚华语电影 起初发展的力量 他希望华语电影主要的人以国月下三种语言为先 预言将来马来华语电影必然可能成为 各种方言圣和性的语言 甚至掺和了马来语 不过《逸水的华语电影》 不是主张一种搭搭国语 他仍主张拍本地国语片 虚用标准的国语 值得注意的是 《逸水》也特别声明所谓标准国语 也不是金片子 既不是以北京官话发音为标准的普通话 他同意当年周围华语同文的看法 华语也不过是其中一种方言 这足见溢水华语电影 概念是在多元格子岛下杂语共生的多种华语 即不以北京官话霸权为唯一国语的依据 亦包容珠海内外的方言 甚至可以夹杂外卒 华语电影命名的起点 首先要尝试安顿和解决的 是当年预居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 不同籍贯华人观影群体的多重语言身份 和文化认同需要 未经生电影编导之前 溢水十多年来负责国泰机构 在新马的华语片发行工作 他很早就注意到新马华人观影群体的差异和不同需求 但这些差异却不会导致不同籍贯的族群 互相排斥彼此的方言电影 越语片的观众并不限于月桥 而下语片的观众也不限于敏桥 原因在于这就是他们能懂多种华语的关系 溢水认为 这是因为当时的华语电影具备多种方言的特质 对观众做了这种多种语言教育有利的工具 在二战后制1965年间 香港制片公司与新马院商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少片商非常依赖新马院商的电影资金 没有新马院商预先买下电影放映权 很多电影都不敢拍摄 正如溢水指出 二战后国片入口的数字方言的区别是 越语占第一位 国语第二 下语第三 香港出品国语片以马来西亚为最大市场 占60% 台湾为第二 约占20% 香港本土不过18% 因此冷战时代的电影资金 在明在暗跨越并且流动于新马与港台 任何一种排斥其他桑言情观众的华语电影 无疑是自我设限 因此就不能在简单与国语或国片的 一个中国视野框架来看待华语电影 好 换另外一本书 好 换另外一本书 现在要讲 好 接下来要读的是另外一本书 叫印度南亚文化的霸权 这样看得到吗 好 那这本书就是在简单介绍 算也不简单啦 它有点大学教科书的等级 整个印度 这样子 我们从讨论开始 印度文明明延长达五千年 大部分鱷鱼 地表上不毛之地 却对周到世界带来重大的影响 进入细节之前 我们必须先对研究的展开 及发展条件的时空背景 进行全景式考察 我们首先需要 检视考察研究的背后条件 因为刚提到印度 印度人或印度文明时 我们不能静置认定自己口中说的 就是脑中想本 跟我们都指涉同样事物 语言的模拟两可 并非因为指的是虚构事物 而是因为对象的复杂性 复杂事物 无法轻易理解或形容 试着理解世界最简单面向时 经常涉及普遍性结论 透过简化 虽然能让世界容易理解 却也同时删减了某些复杂性 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误解 要形容像印度这样 拥有多重面貌的文明 数千年来千百万人口居住 在地球表面大片区域 而不过度扭曲或误解 确实很难 然而难题依旧存在 并无法逃避 所以我们需铭记在心 我们做出任何大概的结论 也就是我们所说所写的一切 皆具有简化本质 同样也需要谨记 我们试图描述的事物是真实存在 但因为样态太错终复杂 我们很难用文字捕捉全貌 即便如此 以下将描述 究竟谈及印度 印度人文明史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先从最后一项开始 文明 我们以文明Civilization一词 表达至少两种不同意义 首先它意味着一种令人景仰 个人或团体多少可拥有的特质 Quality 其次它是指特定复杂社会独有的一种生活方式 A way of life 因此 如语言学家所说 它是可属名词 表示存在着多数不同但平行存在的文明 十九世纪欧洲人喜欢谈论文明等级Skill of civilization 一种阶梯或爬梯 将世界中不同社会放置在不同阶段上 顶砖自然是欧洲社会 这种方式使用文明一字 常让我们感到不安 因为它明白彰显欧洲人对其他人的优越感 所有文明都对其习惯的生活方式 而另一种意义中文明只设一种相对于初俗的高尚质感 如文化、精致、礼仪等 另一方面 我们使用文明一词 类似人类学者从外在指称一种或多种文化时的用法 也就是说它表示特定社会中独具某种模式的生活方式 在我们的分析中并不会对文明进行道德评断 虽然非评断式的用法有其强烈吸引力 但我们需留意这一概念存有文明冲突式的思考 是将不同文明视为界限明确、内在均一且相互排斥 然而这也会产生误解 因为所有文明都有模糊疆界 非平均散布且深浅不一 持续与其他文明混杂并截取长处而成 一般认为文明具有三种特质 首先它拥有人类学者所指的共同文化 也就是一种形式化的独特影响、价值 一种形式化的独特信仰、价值与行为准则 其次它拥有复杂的社会体系 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阶层、区分特权与非特权阶级 第三它属于大遍地理区域 我们可以视人类世界 至少在哥伦布之前 包括此种概念下有限的文明 虽然我们宣称这是基于局外者视野来看待文明 但在社会复杂度的特质上也带着第一层意义 让文明的内在、国外在视野被一点解决 当我们采取第二种人类学式的概念 并在历史荣光中解释 会发现文明在某个时间内延伸 在过去某个时间点前并不存在 之后则开始成长 最后一次冰河期的某个时间点 出于我们仅能模糊理解的原因 人类种族开始发展 漫长人类历史同一次 某些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复杂 具有文化模式的社会体系开始传播分化 这些是古代文明 文明的故事占据历史中数千年时光 然而这仅仅是人类历史非常晚近的发展 更长久的人类历史发生于文明产生之前 文明的发生则奠基于数项更早先的发明 特别是农业、旅家畜、熊化 这些也不过是最后一次冰河期之后 过最初文明之前的数千年而已 运用这条线索 我们可以形述文化、文明的历史概念 也就是指在人类晚近历史中 兴起拥有前述特质 且属性含有命、无意识的特质社会 印度文明即是其中之一 如同所有文明 它拥有起始时间 但实际上却难以明确指出来 由前述讨论得知 印度文明是一种社会 印度人则是组成该社会的人群 一开始 我们必须了解 印度人并非单一人种 对于人种的外表特征而言 印度人群体的内部并不一致 事实上 他们彼此之间差异极大 对外人来说也不独特 对于印度文明起源存在着 谬误的观点 成为印度文明的种族理论 The Racial Theory of Indian Civilization 根据这项理论 印度文明是在浅肤色文明种族 与深肤色满族之间的冲突 与融合中诞生 我们会在本书中发现 当发现印度河流域文明后 文明起源将往前推到更遥远的过去 而这项种族理论便不成立 同时也明显发现至少有三种不同 过往各自独立的族群造就 共同造就了印度文明 这使印度存有三大主要且互不关联的语系中 可见一般 以使用语言人数多寡来说 分别是印度亚利安语之 达罗皮图语系 以蒙达语族 印度亚利安语之包括书中语言 印第语以及乌尔都语 分布在混合上游盆地 印第语是印度共和国官方语言之一 实际上两者都是同一语言的方言 只是书写文字不同 印第语的书写体称为天成体 由古印度文字佛罗米衍生而来 乌尔都语的书写体则是阿拉伯波斯文的变体 单字和印第语也略有差异 拥有大量波斯语及阿拉伯语界字 两者由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分别使用 其他印度亚利安语名则显示出区域地点 跟印度地图游西往向东走 将会发现马拉第语 马哈拉斯特拉邦 布加拉第语 布加拉特邦 信德语 巴基斯坦的信德省 庞哲普语 庞哲普邦 印第语 彭河谷地 尼泊尔语 尼泊尔语 孟加拉语 印度的东孟加拉邦与孟加拉 奥里亚语 奥里萨邦 这些是该语之中比较著名的例子 斯里兰卡的森加罗语 则是语之中最南方的成员 以上语言都从梵语衍生而来 这类印度教生甚典籍的语言 是西元前1400年左右 由自称亚利安人的族群代金印度 梵语是印度欧洲语系成员 成员内大致有泛语 及曾受到印度文明影响的现代国家使用 衍生至泛语的语言 古波斯语及其在伊朗、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境内衍生的语言 以及包括英文在内的欧洲语言 泛语使用者抵达印度前 达罗皮图语及蒙达语族都已在此落地生根 今日达罗皮图语言主要是南印度的语言 泰米尔语、泰米尔纳都邦 泰鲁布语、安德拉邦 卡纳达语、卡纳塔卡邦及马拉雅拉姆语、克拉拉邦 达罗皮图语细约有20种语言 部分为中印度部落族群使用 例如钢德语 约有500万使用者 河河流域的马尔托语是一小群达罗皮图语使用者 另一群是印度河流域的布拉辉语 泛语进入印度前 达罗皮图语曾遍及全印度 但在北印度 他们却逐渐让步给印度雅利安语言 因此 有些印度雅利安语言特征及许多介质是来自达罗皮图语系 学界对于达罗皮图语系其语言尚未定论 有人认为与芬兰乌拉尔语系有关 其他人则认为与埃兰语 一个伊朗西南部的布拉语言有关 然而一致公认 达罗皮图语在泛语之前 由西方或西北方进入印度 另一方面 东达语则属于阿萨姆方与中南半岛 包括柬埔寨的孟高棉宇地区的南亚语系家族 合理认定的是从东方进入印度 一样在泛语之前 因为泛语拥有蒙达语及WP2语的早期介质 蒙达语使用者主要是印度中部及东部的部落民族 许多世纪而来 许多世纪以来 印度的人种和语言大量混争 其综合体就是我们所说的印度文明 三种语族间可辨别的差异 人就是区隔综合体主要三大类是最高手的基正 立项合理 大概 但非绝对划分语言将界的特色是 亲属制度及婚姻原则 非印度人的婚姻规范有地区及种姓差异 但一般原则是必须嫁娶外人 也就是 非亲属也非同村落的人 大多皮图亲属关系则相当不同 他们倾向人类学者称为交表婚的婚姻关系 也就是让自己的子女和兄弟姐妹的子女 括号不同性别手足的子女之间地结婚姻关系 这些原则影响语言结构 前者是所有堂表兄弟姐妹都等于是我的兄弟姐妹 因此非逝婚 后者则还是我的堂表兄弟姐妹 因此逝婚 类似状况 由于嫁娶舅或姑姑的子女 因此 舅舅或姑姑同时也指岳父及岳母的意思 这类模式在南印度及斯里兰卡十分普遍 甚至延伸到印度雅利安语系的部分地区 主要是斯里兰卡的森迦罗语使用者 即马拉第语和普加拉特语地区 并暗示着亲属关系比语言更抗拒变化 同达语的亲属关系则与嫌两者不同 然而在部署状况下 例如宗教思想经济与政治形式上 亲属体系和语族的界限通常相互重点 这些人就是前印度情况已留的激政 印度文明由此诞生 也展现了语言及亲属关系 未必决定文明的其他架构 由于印度文明唯一特定社会或社会体系 我们不能将印度理解为一个实体或特定区域 特定地域 而应视为是与此社会相关的地域 这地域对我们解释 印度文明具有某些非常重要的结构或限制性作用 我们必须谨记 印度并在世界地图上具有固定疆域的恒常地点 可是伴随着印度文明产生 界限随其成长而移动扩张的区域 特别的是它同时拥有内部与外部疆界 在印度文明早期书写中 我们看到已有判定野蛮人的概念出现 并将印度中央内陆区的人民 视为尚未融入印度文明者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需谨记 当谈及印度时指的是印度文明及其地域 而非七十年前随着英国统治结束而建立的印度共和国 今日的政治体租中七个民族国家 即是分居概念上的印度文明地域 印度共和国 巴基斯坦 墨加拉 斯里兰卡 尼泊尔 布丹 马尔地夫 这些民族国家的政治实体多数相当年轻 印度共和国和巴基斯坦是1947年18分之后建立 1948年西兰由英国统治下取得独立 1965年马尔地夫独立 1971年墨加拉脱离巴基斯坦成为独立国家 直到2008年革命建立共和国之前 尼泊尔认定自己为最后一个印度教王国 虽然在英属印度下尼泊尔维持主权 但仍不脱英国影响力 不但是佛教徒为主的小王国位于印度东方 直到2007年才取行第一次全国性国会大选 为了避免混淆印度文明与印度共和国 有些人放弃使用印度一词 改引南亚来指称这些由现代国家组成的区域 这个词具有政治中立的优点 其他的缺点是除了专攻区域研究的学者外 鲜少有人使用 印度的优势来自这名称数千年来 以为希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及中国人 在指称印度文明及其地域时的广泛使用 除了描述印度共和国外 本书中的印度一词 从欧洲学者著作及印度知识分子的教师建构而成 由新殖民统治下产生的学者 为印度的过往带来新论述 与既往截然不同 新论述主要着眼于两大方面 首先是建立印度上古时期 与其他古代社会 如埃及人、迦勒底人、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的关联 其次是以全新方式解读古代泛文文献 区分神话与历史 因属印度时期初年 欧洲人认定泛文与希腊文、拉丁文相关 相信泛文使用者是第一个将文明带入印度 是印度历史的起点 不断时期欧洲学者认为 所有印度的语言都源自泛文 随后则发现南方的语言自成大洛匹图语系 这也是为什么前述印度文明的种族理论 直到1924年为止都是主流论述的原因 这时在印度河流域发现了更早期的文明遗址 成为印度河文明 与梅索布达米亚及伊朗的早期青铜文明实际相同 因此对于印度文明的知识 有了两个起点与两种文明 后者是成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 之后我们将发现 专家仍旧争论两者之间的关系 印度文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透过贸易、战争及宗教导师旅行 深受许多外来的影响 其成熟形式也展现在亚洲各地 这里是世界两种主要宗教的发源地 佛教传播东亚、中亚及东南亚 印度教传播到东南亚部分地区 其他印度文明的元素也跟着传播 包括文字、文法、天文占星、数学、医学、法律、神话及故事文学、雕像以及道 印度文明位于两大广袤帝国扩张的路线上 对印度带来深厚影响 伴随印斯兰教建立国家及印度教欧洲的扩张 皆透过贸易与政府 让突厥人、蒙沃尔人及英国人统治了印度 因属印度时期 民主主义运动在人民主权及民主国家的新概念下成形 产生今日七个自治国家 以下为历史年表摘要 古约略时间提供概略全观 印度文明起源西元前2500年起 废图时期西元前1400年起 新宗教与帝国西元前500年起 普典时期西元330年起 突厥蒙沃尔人西元1200年起 英国统治西元1760年代起 民主国家行程是西元1947年起 我们即将在内补下 今次会登记 这些很多租国家的山名 看下的租国家 雅然西元580年起 皇家的租国家统国家的租国家 都用2500年起 突压一臟 租国家的租国家的人 馬上租国家的人 希腊人则舍弃开头的H称为Indos 破类似发音 英文中整组有关印度及其人种宗教和语人的智慧 都是透过波斯与希腊延伸至梵文的印度和一词 透过希腊的字有印度India 印度人Indian 印度和Indus River 透过波斯 新都 印度 印度教 Hinduism 印第 印第 新都斯坦 印度的别名 新都斯坦语 印度斯坦尼 中文里也有双重智慧的现象分为深读与印度 前者是明显 新者明显是来自梵文 后者则来自波斯文或希腊文 阿拉伯人则跟随波斯文称为新德 中国人 波斯人 阿拉伯人 与希腊人都曾记录下印度文明的过往存在 富裕的名称也都来自于印度河 印度文明地景可分为三大区 德干半岛区 喜马拉雅山脉 及印度河恒河平原 德干市及古老大理石地块 反馈工作专家认为 这里一度是一座自由漂浮岛屿 长期向北漂移与欧亚绿块碰撞 创造并持续推升成喜马拉雅山脉 从河流的方向来看 德干是一块向东南行斜的高原 长串丘陵山及与海岸平行 称为东西高子山 海岸区域受季风滋润 内陆却十分干燥 夏季河流长景深均地细流 因此农业与人口倾向集中在海岸区 内陆分布交为有限 斯里兰卡则位于南部海岸外 与印度相隔最窄处景约40公里 喜马拉雅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 埃博勒斯丰海拔高度超过8000公里 由于半岛地外持续向北 推积欧亚旅外 最新山脉的速度高于清水的降低作用 使得喜马拉雅山每年增加速 数公里的高度 这片难以跨越的地景 在印度与西藏之间画下明确分隔 然而长期以来各爱口持续作为贸易 与印度佛教传布西藏的廊道 而山脉的印度侧 如尼泊尔布丹及山脉 山脉西藝也存在汉藏语式语言 在在显示这座山脉并非高不可穿 印度的山脉边界续续向东 直到几乎与新城中南半岛的南北向山脉交接 印度和以西是山市较为和缓的山脉 成为齐塔尔与苏莱曼山脉 画下印度钻石的西北界 穿越这座山脉的新年爱口 包括海波恩爱口 和波兰爱口 形成通往阿富汗的沟通渠道 从这里北向中亚 回通中国与欧洲的思路 或西向中东与地中海 印度河恒河平原如名所示 由北部两大和印度河及恒河流域组成 同时再加上东方的第三大河 布拉玛普特拉河 印度河与布拉玛普特拉河的源头 都在西坦高原近个数公里 一条向西一条向东 由喜马拉雅山脉的两端往下进入印度 印度河谷地形成巴基斯坎主要区域 和印度共和国的一部分 上印度河及其之流称为庞泽谷 亦始为武河 下印度河区域仍以古名信德来称中河 混河与姐妹河 木纳河之间形成的肥沃土地称为土河 意思就是为两河 两河之间的地 这里是北印度帝国的农业西藏地带 因此古代与现代印度界定度于此 德里为首都 印度河与布拉玛普特拉河 让东印度成为及肥沃的农业区 德干地块与喜马拉雅山交汇树形成平原 长期以来堆积的岩石受到侵蚀 而转为土壤的冲击物对农业特别有利 冲击层随着恒河往组织添加深度 印度的新孟加拉邦如孟加拉必须狭挖 100公尺左右才能触及岩城 因此这里几小石造建筑都以细致黏土全块建造 除了制造并散布土壤外 在雨季之外 这些河流供应灌盖用水 利于农业发展 同时由于沿头位于极高的积雪山边 因此中年流量远较南印度河流更加丰厚 是可靠的灌盖来源 影响农业的另一重大因素是雨量 印度的雨量会随季节变化 西南季风是湿润带雨的风 夏季由西南往东北 从印度洋吹向整片陆地 受到陆地加热上升后降下雨量 季风的运作模式直到晚禁才获得更多认识 假设地球完全为水平掩盖 周星也未倾斜 赤道永远是最近接近太阳的区域 这时赤道的空气将最为炙热并且上升 为了补充受热上升的空气 较冷的空气将由两极往赤道流动 再次受热上升 并流会量极直到下降 因此会造成两股 对环状对流一股往北和往南 日空气在赤道上升 两个对流系统会合的区域 成为尖热带复合区 藉与南北两股对流之间的不连续带 然而地球的轴心倾斜 夏季使北半球靠近太阳 因此尖热带复合区 会向北移进入印度上方 新以印度洋气流往这里吹送 地球东转力 将北上的气流导向东方 因此气流的整体方向是由西南向东北 由于地球表面包含陆地与水体 在夏日白天日照下 陆地加热上方空隙的速度 也较海洋来快 湿润的海风往陆地吹送 将温度 湿润的海风往陆地吹送时 温度上升较快 温度一旦上升 便失去保湿湿度的能力 转成降雨 降雨的时空分布并不均匀 季风让降雨集中在雨季 全年其他时间则相对干旱 唯一的例外是上印度和流域 雨量较少的消退季风带来冬季降雨 自古以来 印度人将一整年分成三季或六季 而非四季 雨季、凉季与热季 雨季是主要耕种季节 战争季节则是收成之后的凉季 与温带地区寒冷季节则是 生存压力最大的时期不同 印度的热季对所有生物带来极大压力 这时落叶树会掉下所有树叶以保持能量 季风移动时穿越的不同地形 也会造成雨量空间分布不均 因此印度次大陆上有干燥与湿润区域 干燥区域持续往西穿越阿富汗、伊朗、阿拉伯及北非 持续沐浴、灌溉、农根区域 湿润区域则往东 连接季风亚洲的东南亚与中国 季后区域的组合也造就五种繁多的植物与动物 例如非洲狮与亚洲虎 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 印度拥有特别多种鹿、邓鱼与羚羊 还有许多鸟类与野生牛群 也拥有数量最多的野生亚洲象 这些降雨模式与农业的关系相当复杂 由于降雨集中在雨季 若能通过灌溉工程管理水的供给 并于需要时疏通用水 则农业区域可获得大幅扩张 这包含北印度部分地区典型 以河流为主的灌溉系统 和阴夏季河流水为极低的南印度典型的蓄水池或水域 各种以人力或受力集水的水井 或今日以电动马达抽水的环境 因此农地主要的分野在于水田与汉田 也就是灌溉田或尽靠雨水的田地 灌溉工程可大幅提升产量及农地价值 可高达汉田价值的五倍 水田也讲养育较多人群 然而水田及灌溉田一般位于湾汉区 汉田农业又必须养来足够雨水 村庄农民耕耘田做的农业 是印度文明的经济基础 但已有灌溉之故 人口分布与雨量分布并非紧密相关 印度文明始于印度河河谷 以群化该区原生动植物为基础 特别是小麦与大麦 稍晚往东扩散到恒河流域的季风雨林 群化湿地动植物如稻米和鸡 建立光开西红后可让同一块农地一年两座 印度实行两座有很长一段时间 希腊史学家哥特西亚斯 都注意到两座是印度财富的象征 以田地农座作为基础的文明扩张 排挤部落民族 将他们逐入季风森林深处 或较不宜人区的丘陵地区 不印度文字将部落民族称为森林子民 丘陵子民或满族 印度文明首先在人口教囚密处诞生 主要是印度河河谷及印度河河河平原 和深耕就是半岛的海岸区集合的三角洲 这里的农业产出足够盛 以可维持国王与祭司的复杂社会结构 供应兴建皇宫寺庙与修大院等建筑的费用 相对的依靠降雨农业的森林或丘陵区域住民 部落组织通常较不复杂也更为平等 他们经常进行轮根清除一块森林空地 种植两年后并放弃另寻新地 这种工作方式只能维持较小的人群 这类社会拥有不同形式 存在印度不同区域 但多数集中在印度中部或与偏东部的季风森林中 因此也形成印度文明某种内部疆界 这些地区成为落难王宫的流亡处 宗教已是清修荒野 森林植物与野生动物之家 魔法与危险之地 好坏人 那我就继续念刚刚那一本 那刚刚那一本呢 我直接跳过导论 因为它的导论有这么厚 所以我直接从第一章开始 第一章是在讲蔡明亮导演电影的作者论和肉身化 那它的标题是在镜像中现身 好 肉身化与作者论的共蒙 蔡明亮以下简称彩的电影 在线的总是一座华人异性恋家庭的结构 以及生命的孤独与沉默 即便这样 华人同志是否就能现身了 其实它的电影没有什么现身的旗帜 如果有 那仅仅是一个从男孩到男人的身体 李康生 以下简称小康的身体 小康是蔡电影的专属演员 他不喜欢说话 与其他电影人物之间也往往没有多少对白 甚至连稍微美丽的独白姿态也没有 人物只剩下粗朴的身躯和日复一日的动作 喝水 吃饭 游走 排泄 自味 做爱 睡觉 这正是小康的肉身化在蔡电影的重复再现 蔡以法国的作者论作为理论基础 不断通过电影把小康的肉身化 塑造成蔡自我表现 表现自我的个人印记 近年被台湾著名学者彭小妍批评为自我崇拜 导致无尽的自我复制 彭批评蔡把演员当成活动道具 蔡的电影一再重复作者论的个人印记 例如《水的神秘异象》 《华丽歌舞》 《超线时梦境》和《情欲的暗潮汹涌》等等 也被彭小妍强烈批评为是蔡的自我重复 蔡的电影独尊影像的美学 放弃组成电影的其他元素 例如故事和表演 也被批评为是放弃叙事逻辑 跟着彭小妍追问 是不是自我表现和叙事逻辑必然互相排斥 我们有必要把彭敏锐的上述追问 至于蔡的整体作品进行检视 要反思蔡经常挂在口中的自我表现 他作品中那些被同志性所主导的肉身化 论者不能避开 正如巴特勒指出 同志性的职业化 要求某种程度上的操演和对于自我的制作 这是一种话语建构的后果 尽管这一话语声称他以先天真理的名义 代表了自我 在蔡的整体作品创作历程中 他的自我表现和同性恋是如何产生关系 在自我表现和叙事逻辑之间 究竟是什么因素 导致这两者之间产生冲突 是不是蔡所有的电影都放弃叙事逻辑 早期的蔡是一个擅长叙事的能手 他在台湾编写通俗的电影剧本 以及编导剧场 连续剧和电视单元剧 叫好又叫做 叙事逻辑紧密 换言之 他不是没有叙事逻辑的能力 早期的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靠此为生 是什么时候开始 蔡渐渐减低或放弃叙事逻辑 为什么他要这样 我们必须回到蔡的整个酷儿生命历程 和整体作品的脉络里考察这些问题 1990年是蔡整体作品的转捩点 他在这年的台北的公馆街头 遇见了小康 并邀请小康在自己导演的电视单元剧 小孩担任一个配角 很快的在1992年 小康当上了蔡第一部电影 青少年挪炸的男主角 至此以后 他整体作品的叙事逻辑渐渐起了变化 都和小康的身体和生活 有离不开的私密辩证关系 用蔡的说法是 所有这些就是我自己 换言之 蔡是在把荧幕看作镜像 以至于对镜像中的小康 产生自我误认 蔡经常说 创作是一种自我的追寻 这个所谓的自我 应该曾拉刚所提出的 镜像阶段去理解 蔡需要通过镜像中的小康 进行自我表现的同时 也在图示把小康 视作为生活中的欲望对象 这一直是蔡的电影隐含的内容 蔡必须找到一个形式 以重新编码这些隐含内容 蔡当年正式 从《楚福》的电影中 找到了这个形式 一个生活和电影 结合在一起的感觉的形式 《楚福》因而成为蔡作者电影 很重要的情人源头 什么是作者电影 《楚福》的精神之父安德烈巴战 在《论作者论》早已指出 作者自己往往就是他的主题 无论什么样的剧本 他向我们讲述的 总是同样的故事 或者如果故事这个词 容易混淆的话 我们可以说在动作和人物中 总是投注同样的视角和道德判断 蔡的电影对小康 总是投注同样的视角和道德判断 作为角色的小康 历经岁月沧桑所展现的变化 构成了蔡电影的叙事主题本身 这正是蔡作为作者导演 一贯不断重复的作者论 在这20年期间 已和欧洲影展的观众群 建立起特并的观影内心 这以法国新电影为美学趣味主导的观众群 推崇50年代楚福等人 主张以导演为中心的作者论的制片模式 这种作者电影摆脱片场制度 和明星制度对影片的控制 主张编导合一 强化导演的艺术个性和个人印记 小康是非职业演员 蔡摆脱片场制度 对电影明星的干预和控制 尝试以个人的元素作为塑造小康的参考标准 并持续关注和发展小康身体的私密性 从而让小康的肉身体现蔡明亮的艺术电影 这一切背后支撑走下去的是作者论 甚至近年接受专访 直接呼吁大家 你必须相信电影有一个作者 蔡明亮这三个字本身已不仅是一个署名 她表现了法国新电影的作者导演话语 对台湾电影的巨大影响 蔡重复在不同场合强烈批判商业化的好莱坞电影模式 垄断全球的电影市场 她追求艺术个性的作者电影 和第一世界的好莱坞电影制片模式势不两立 虽然早年褚福斩钉截铁地把自己的作者电影 和当时非常讨好观众的法国传统素质的主流电影对立起来 然而当年褚福和一群新浪潮电影导演 非但并不觉得欣赏夸大花俏的好莱坞电影商 而好莱坞商业电影是一种矛盾 反而认为那些具备作者导演资格的好莱坞电影 具有重要的艺术地位 这一点和蔡反好莱坞的立场是很不一样的 可见蔡对她心仪的褚福从理论到实践的挪用 不是全盘照搬 而是具有选择性的挪用 其实褚福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作者论 即使连晚年褚福的电影制作 都无法一以贯之坚持下去 何以再半个世纪之后 她却还能在蔡的电影中借尸还魂 从青少年《魔诈》到《焦游》 已经超过20年 蔡的电影依旧坚持原班人马 小康已从当年叛逆的青少年 演到实质的哀悦中年 除了死亡带走一些人 例如饰演父亲的苗天 其他演员 例如作为小康母亲的陆依静 作为小康女友的陈湘琦 他们还是在蔡的电影中若隐若现 维持着一个四有四五的小康之家 蔡在戏里戏外 多年经营这个小康之家 几乎每部蔡的电影都会出现小康之家 而且戏里小康和父母先后都有暧昧关系 似乎只有这一层的肉身化 才能把他们紧紧联系起来 小康在片中也断断续续 跟其他男孩和女孩发生肉体关系 戏外 这些演员们也和蔡明亮保持紧密联系 尤其是小康和蔡 两人的亲密关系一直让大家费解 最近蔡还在威尼斯影展的记者发布会 直言小康是她的终身伴侣 蔡 小康在影片中饰演母亲的陆依静 也在现实的台湾联手一起经营几间咖啡馆 小康之家是酷儿之家吗 在戏外 这个小康之家的独特之处 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 并不具备传统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性 而在戏内 小康之家的父子和母子关系 以及小康和其他女孩与男孩的肉体关系 这一切维系角色之间的肉身化 既亲密又熟灵 小康之家的两个主人公 蔡明亮和小康 他们多年在影像上和现实中 不离不弃的亲密关系 既像情侣又像父子 这格外让全球关注蔡电影动态的观众群 浮想偏偏 正如论者指出片中小康的性特征很复杂 他渴望着女人和男人 同时也被他们当作欲望对象 对他那种模糊和流动的性欲 最合适的理解便是酷儿 无法说清楚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通过建立一个作者导演的固定工作关系 李康生拥有了全球范围的影名 然而蔡近年向外界透露 其实小康在现实里不是同志 小康曾经接受笔者专访 也曾经也澄清自己不是同志 并表示自己会抗拒在蔡的电影中扮演同志 这一切无足于全球观众群继续把他们对小康的同性恋想像 从影像延伸到现实中 这些观众群在观看蔡电影的当儿 仿佛跟蔡一样回到了拉斯刚所谓镜像阶段 宁愿混淆了想像和现实 这种镜像体验正是蔡把肉身化跟作者论进行结盟的过程 这层在观众群和蔡电影之间多年所建立起来的镜像体验 也可被视为当年巴藏和楚福的象征性父子关系 以及楚福和他后来钟爱的男演员上皮耶里奥的亲密关系 在亚洲新浪潮影像的延续繁殖和极致性的展现 蔡的电影通过小康的身体 连代把上述这些原本带有欧洲异性恋机制的象征性父子关系 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普尔化 蔡电影的小康之家的父子关系 既建立在传统家庭的异性恋脉里 又建立在带有乱伦和同性恋关系的镜像体验上 这不但意外为千人一面的华人家庭在线上 在影像机制中注入更多的一直性 也在为法国新电影的谱系注入更多的酷儿性 然而蔡电影的观众群更多不是对蔡这样的酷儿操演欢呼 小康亦会在《爱情万岁》中扮演迷恋直男身体的酷儿 一会儿在河流中扮演一个和女性做爱的直男 却又不小心和父亲在三温暖发生肉体关系 这些不断流动和变化的性倾向 让异性恋群体和现身的酷儿群体觉得生气 一方面异性恋群体懊恼的很可能不仅是那些同性恋关系 而是蔡电影总是把异性恋或同性恋的男孩身体 一日做赤裸裸的影像展现 在异性恋群体的主流话语里 作为大多数的男人身体是不应该亲密赤裸裸的体现于文本 只有女人和少数群体的身体需要如此体现 蔡的电影却破坏了主流体现的规则 另一方面一些在现实中现身的华人酷儿艺术工作者 例如香港著名导演兼作家李林亦华 曾指责蔡的电影频频展示同性恋 在河流还安排小康和父亲在三温暖发生关系 不过是为了出风头 让别人注意他的电影 蔡也激烈地给予了反驳和回忆 纵观以上论述 显而易见 蔡的电影两大艺术特征 无论是其作者论或肉身化 都受到非议 因此本章要把蔡明亮整体作品的作者论和肉身化 置于内在互文性的发展脉络中进行检视 内在互文性指的是电影叙事内 和叙事境外之间的互动关系 我认为蔡的整体作品 也应该包括他于890年代 在台湾编导的电视连续剧 电视单元剧 剧作和早期在马来西亚古境的文学创作 这些早期的创作经验所构成的内在互文性 是否造就了当下作文作者导演的蔡的自我表现 本章也会结合笔者对小康和蔡的访问 以及分析媒体对他俩的访问 探究他俩彼此之间的镜像关系 从而反思蔡的电影是否在生产华人酷儿的暗鬼 亦或建构一种属于华人特有的酷儿操演 二 庶民的肉身 早期作品《黑眼圈与后马来西亚》 蔡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 都在民风粗朴的马来西亚古境度过 在蔡明亮初中期间一直到赴台深造以后 他在当时的沙拉月华文文坛以彼名默默 发表了不少的文字创作 体材跨籍散文、小说、新诗、剧本和广播剧 他出生于一个在古境街头摆面摊的庶民家庭 这样的阶级背景导致了他取材的视角 都是有关对庶民群体日常生活的观察 这一切为了他往后拍片 把镜头投注在庶民、庶民群体奠基下的重要基础 据蔡说他的外祖父是古境第一个摆面摊的人 他外公当年从香港把制面的手艺带进古境 后来他把手艺传授给蔡的爸爸和叔叔 后来他们又收了许多学徒 渐渐的就在古境传开了 蔡从小就从旁协助家人做面和卖面 他在一篇被选进马华文学大戏《散文2》的散文 一尊明月古庙前里记录了自己从台湾读书回来 帮忙父母卖面被人歧视的无奈 此作细致描写深夜收档时刻 他和父母的身体已显露极度疲态 彼此沉默 不过耳朵还是聆听到四面八方传来的市井杂音 他日后的电影非常重视录音的忠实度 大量把市井噪音收入进电影里 作为电影的续境声音来源 大幅度把非续境声音 例如电影配乐降到最低 很多时候甚至没有 这种着迷于经营续境声音的艺术形式 在他早期的散文里已经显露出来 散文这样的一场电影刻画古境影乐的没落 只剩下他一人在影院看电影 回忆童年影院的盛景 小孩、父母和情侣齐聚电影院 年轻小伙子脱了鞋 把光小鸭搁在前头的倚靠上 这些观想电影的动作 日后被蔡重新拼贴在电影不散 和短片《世梦》里 另外早期蔡的心诗 大量流露出对男性庶民的凝视 例如在见渔郎书里写蔡跟高中时的一位出生渔家的同学重聚 蔡深情凝视对方晒黑的脸和明亮的眼睛 最后有一段捕捉了自己内心的悸动 更忘不了的是你 是你唱会请谈时典礼兴起的惊涛骇浪 这种同性跟另一个同性的凝视 是日后蔡的电影《青少年炉炸》和《爱情万岁里》 小康对年轻男孩凝视的欲望出行 这类凝视在蔡的作品中也跨越肤色 林中的鸟叫和我的陆雅达的朋友 是蔡已施赠予一位比达游族的朋友 这位会谈吉他的小伙子 曾在蔡家打工 与蔡关系一切 后来却离开了 蔡写了这两首诗 表达对这位小伙子的诗念 蔡早期在沙拉月电台编写的广播剧 《八月的月亮》触及异族通婚的问题 那位被华裔少女爱上的达雅族男孩 根据蔡的中学华文老师 也是满华著名诗人田思的推测 此达雅族男孩的原型 就是蔡的那位比达游族的朋友 这些跨越族群的民視欲望 在蔡日后的电影《黑眼圈》里 以一个南亚外劳对小康的申请民視 重新登场 蔡于1989年在台湾拍摄的电视单元剧 《天涯海角》 让她从此在台湾扬名 《海角天涯》通过非常紧凑的电影叙事 深刻拍出了一个在台北都市缝隙里 挣扎求生的庶民家庭 在1980年代末 电影文化日渐没落的西门并片空下 一家五口如何还能借着都卖非法戏票 不断试图混淆社会的秩序 和冲破法律的底线 设法生存下去 《海角天涯》的叙事主线非常清晰 主要所交于那两位生长在庶民家庭的姐弟 梅雪和阿通 他们的无辜、宿命、无孤独无缘 正当跟他们同龄的孩子 尚处于知梦阶段 他俩却扛起了生活的单子 除了要协助父母 在戏院门口都卖非法戏票 他俩在家里也要代替父母 照顾患上老年痴呆症的阿公 梅雪除了要在补习班熟悉 平日也在电玩店兼差 回到家还要肩负繁重不堪的家务 在片中 社会的暴力和家庭的暴力是共生共存的 蔡以新写实主义的形式 揭露了台北底层庶民的困苦 这个家暴的主题 在近年蔡的电影《浇游》中再次粉末登场 海角天涯刻画一对贩卖非法戏票的底层夫妻 如何联合一群同伙 平日动辄就在戏院抢票 放嘴间动手殴打那些阻止他们插队马票的观众 这种暴力关系既是环环伤扣 又是因果腹为颠倒的 他们的女儿美雪 寂悲于他出生的庶民家庭 也愤怒于他暗恋的男同学借此鄙视他 他在男同学买了非法戏票系统女友进影院后 心碎的画爱成恨 举起手中的铁锁 砸毁了男同学的机车 当刻他父亲正联合一群同伙 在殴打一名之前在影院前 图止他们插队的年轻人 再通过这幕暗示观中 孩子的暴力形象不是与生俱来的 那是家庭和社会环境造就的结果 当有一天美雪为了自导 误杀了友谊才跟他们的习惑 母亲在毫无知情的情况下 先把美雪狠狠痛过了一顿 这是美雪对绝望的打击 如果说社会的不仁在于远景怀疑 是父母逼他接客 更大的孤独则来自父母 甚至弟弟阿通对他的误会也不了解 那么最后蔡却愿意给予这位被家庭 和社会遗弃的孩子 一个极尽怜悯的长镜头追踪 弟弟阿通在没有驾照执照的情况下 一面哭着一面猛骑着那辆和他 哀小体型形成长夜对比的机车 在路上重追着被警察杀走的姐姐 值得回顾的是 这部在当年台湾军装长 意外落选的《海角天涯》 引发了台湾文学界《梅琴学者》 和作家的大力声援 张大春、郑树森、杨木、焦雄亭和李黎等人 当年特定撰文肯定这部电视单元的剧 郑树森认为《海角天涯》是一股逆流 是繁体质的作品 与当前绝对商品化的电视文化难以共存 杨木以短文标题扣进圣石的后世 写到《海角天涯有力的圣石主题使我们动能》 沉思 而于作品的艺术处理上 他不落俗套并且持有新意 对能激起我们审美方面的共鸣 这些不管是从内容题材到审美艺术对《海角天涯》的积极肯定 反映了蔡当年不仅仅是指评流向的一片叙事流及立足台湾 也凭借他独特的视角观察和在线台湾社会的底层问题有关 持着马来西亚国籍的蔡一直安宜一种离散的状态 从上个世纪至21世纪初 在台北留住超过30年 他自称一直都是住在出租的房子里 没有太固定的地址 他形容自己 漂泊得像没有住地的流连 在他1991年的电视单元柱 给我一个家里 蔡除了处理了一批大量散建于城市四周围的第三世界建筑工人的生存困境 他们的工作是为别人搭房子 但自己并没有能力买房子 常年附在临时搭建的工地里 每次一个工地完工了 他们就得搬到另一个工地去 对劳工主题的关注 在日后蔡的电影黑眼圈里再次重现 无论是早期的文学作品 《海角天涯》 《给我一个家》 《一阔黑眼圈》 蔡频频凝视这些流动的庶民 其实是投射了自己作为马来西亚华人库儿 在身份认同上的无散状态 由于马来西亚国家宪法 给予马来人土著特权 导致马来西亚华人 在政、经、文、教等各领域多年遭受压迫和启示 蔡成长时期咒读的古境中华第一中学 是马来西亚沙拉粤华人民间创办的华文独立中学 无论是教育经费或毕业文凭 长期被排除于马来西亚国家教育部资助和承认的范围之外 大部分的毕业生如果要继续升到 很多像蔡一样会选择到台湾的大学寻找 但是很多台湾的大学的毕业文凭 又不受到马来西亚政府公共服务界的承认 这导致这些马来西亚华人在台湾的大学毕业后 很多像蔡明亮的导演那样会想尽办法选择留在台湾发展 蔡在台湾工作 由于艺术创作题材经常涉及同性恋和论议题 也导致她的作品频频遭受台湾和马来西亚主流话语的抨击和歧视 无论是在家国或居留地 蔡的身份认同都陷于一种被歧视的无家无国状态 如同第三世界居无定所的外劳 这种无家无国的离散状态 尤其在黑眼圈里彰显出来 那是一栋没有屋顶的废墟大楼 坐落于吉隆坡 那里是马来西亚的国家首都 蔡把这栋废墟大楼调侃成 雄伟的像一座后现代的歌剧院 天上日以寄业掉下来的雨水 积满了楼底 形成一座湖 整栋废墟大楼在现实里 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 被不负责任的发展计划商 割气和废枝 当最后这些庶民居民 流浪和小康 女荣和外劳拉旺 一起依偎在一张双人床上 缓缓漂浮在这座坡上 好像变成一家人了 然而这却是一个没有屋顶的家 这是后马来西亚吗 这些关系暧昧的两男一女 躺在床上 有可能呼吁出什么新品种的生命吗 这是否更像一个没有屋顶的富人之家 大风大雨的时候 何以解忧 由于五家五国 身体成了蔡电影的自我表现唯一的国家 《黑眼圈》是在台马华导演蔡明亮 首次拉队返回大马吉隆坡拍摄的电影 此片剧本是导演1999年 回到吉隆坡开始撰写的 却因为美国拍片资金装图出现变化 一直搬搁着 直到2006年借助欧洲拍片资金才完成拍摄 上述期间也是大马政治与经济的多事之筹 烈火木齐运动 惨遭软硬镇压后 一波荡漾的马来西亚 蔡有意透过黑眼圈 在县吉隆坡低下阶级各族群的身体和声音 那些饱受疾病、颠埋和欲望折磨的身体 和片中交织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劳土腔 跟片中失去身份指认的男女阶角的承诺音效 形成诡异的平衡对比 此片是菜影片中比较罕见出现非重要角色构成众声喧哗的环境音效 例如马来语、粤语、华语、淡米尔语 这一切除了体现菜非常柔杂尖在地华语风的土腔风格 这些声音更重要 衬托了男女主角大音无声的沉默 沉默在菜明亮电影里是声音的产物 正如林松柯指出 菜影片中的沉默被停倒正是因为声音的同时出现 有益于其他大脑大量夹夹各种投音对白的土腔电影 菜往往以主角的沉默来抵抗任何身份认同的看刊 沉默既是一种对土腔的屁股 亦是一种掩饰自身来自何处的方式 菜购建了一个形象与沉默的土腔电影 以稀释国家失败所带来的虚辱感 即使片中难得出现茶室华裔老板 全片唯一在线吉隆坡跃与土腔的台词 但最后也是指向言语的无效和失败 他的那一句 你让你哥住哪?你老婆会照顾他吗? 陷露了躺在床上的植物人大儿子 但要面临茶室被他地底点卖后流离失所的命运 这座同样位于吉隆坡的茶室 虽然比起废墟大楼来得更为年代走远和坚固 但也面临可能被拆迁的往往威胁 哈密纳菲西批判主流电影在声音同步的霸权 说者和声音被严格进行配对 但很多土腔电影则对声音同步的霸权进行解构 并坚持以第一人称和画外之音的叙述方 发出跟居留地语言有别的土腔 并拉开说者和声音的距离 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书写非戏剧性的停顿和长久的沉默 黑眼圈包含土腔电影非戏剧性的停顿和长久的沉默 片中作为国语的马来语,仅作为街头的士生而已 他跟始终沉默的男女主角构成陌生化的距离 这些无语生身体 很像是在把身体和声音间的落差进行试验 这也是蔡首次在线大马巫义的电影 片头不久就出现一些自称能通过马来巫术 让别人中奖的巫义江湖老千 在吉隆坡街头游说街人掏钱投注买福利彩票号码的活动 没有身份证的华裔流浪和套镜掉进了圈套 随即因为无法付钱又不按马来语 被那些巫义江湖老千痛欧 值得注意的是 这场华屋殴打 有始至终发生在电影景框之外 即境外之城即境外之域 蔡岛并没有直接通过镜头呈向殴打的画面 而是过后通过流浪汉满身伤痕 在街头伤重挡劲的画面 强烈暗示了这场殴打带给流浪汉的致命伤 按照罗利蒂斯说法 境外之域是电影景框之内看不见 但却可以在景框的生产中被推定出来的空间 塌方 这场殴打事件发生在境外之域的塌方 事件发生了却看似没有目击指 因此重挫纷 这场街头殴打事件不妨看作是大马513事件的影域 即1969年5月13日在吉隆坡街头发生 种族流血冲突的历史事件 官方与民间至今对此事件有非常疏异的诠释 官方的报告书 纯粹从种族冲突的角度 报告总共有196人丧生 180人受枪伤 此外则有259人 被其他武器智商 并指控是马共和在大选获胜的反对党 蓄意挑战 蓄意挑战国家宪法的土著特权议题 挑起华乌种族纷争 513事件以后 官方以此定调 立法禁止任何公民公开讨论这些敏感课题 这包括可能挑起种族情绪的马来人和其土著特权 马来语作为国语的神圣地位 公民权以及马来统治者 主存等等 四十多年至今 每当大马 以及巫统为中心的执政联盟 一旦感受到自身的执政地位 受到动摇 即会反复利用513事件 来遏制水民投票支持反对党 也威吓那些为民权请乐的异议分子 这种多年以来 不断重复灌输给大马公民的恐惧感 被民间学者称之为513幽灵 民间以柯家训为代表的研究 则从阶级矛论的角度 结合伦敦国家档案管制年解密的机密党 以及当年的报刊材料 认为513事件是一场新兴马来官僚资产阶级推翻 以原任首相东都阿都拉曼为代表的落后马来贵族的政变 此说认为新兴乌族资产阶级领导 暗指后来的马来政权在幕后指使乌族支持者煽动种族冲突 最终拉下代表乌族贵族利益的第一任首相东都阿都拉曼 柯家训质疑官方报告的死亡人数与事实不足相差太远 而伤亡人数的种族资料也被掩饰了 大部分伤亡者是华人 根据解密党的资料 当时英国驻大马使馆的官员估计 华人伤亡人数要比马来人高出很多 两者之间的比例大约是85对15 总体而言 柯家训从大马阶级矛盾的角度挑战了大家过去 单从族群矛盾角度看待513事件的看法 近年亦有其他国外研究支持柯家训从阶级角度解构513幽灵 这些研究认为513事件的主因不是大马政府所一直指控的 是华人与马来之间经济地位差距太大所导致的 而是1957年到1970年期间 马来人内部的收入差距 或者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使得大马社会整体收入差距扩大 这才是导致1969年513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 蔡明亮曾表示他不想进黑眼圈把焦点放在马来西亚各种族的问题上 而是想拍一部低下阶层的电影 1990年代末 亚洲金融风暴 导致大马大量的建筑工程宣告停峻 留下不少废弃大楼 很多外劳失业 再加上当时的副首相安华被首相隔职 控告他涉及肩肩和汉部 未经审讯及被总警长揍了一个黑眼圈 这些才是最初构成黑眼圈主题的元素 当年安华被控的陈塘证物之一 一张在法庭被抬进抬出的床路 成为黑眼圈里包裹流浪和伤口的上证物 这张同样在影片里不断被抬进抬出的床路 最初被外劳拉往在夜里从垃圾堆寻破 搬动的过程耗费几个外劳的精力 路途中穿过华裔女佣工作的茶室后巷 跨过人潮兇荣的红绿灯街头 在经过窄巷中谈着马来传统歌谣的巫衣街头艺人 一胡吉隆坡底层人民夜晚的众生相被影片捕抓下来 跟着是一个固定长镜头的大远景 他们从当年扣押安华的半山巴监狱外场走过 几个外劳募集了众伤港帝人流浪汉 有几个外劳说不要管他 有一个却说等一等 长镜头故意不交代他们到底是否有停下来 跟着观众就看到这张床路被八位外劳一起抬进宿舍里 床路放下被摊开在地上之际 满身伤痕的流浪汉正蜷缩在床路上 拉望细心照顾病重的流浪汉 为流浪汉准备一双一对的物品 沙龙枕头和灌张饮料 睡在一起视同伴女 为了躲避外劳宿舍的跳崽 两人把床垫搬到废弃大楼逛宿共青 病欲的流浪汉却按上茶室里的女庸 她背着拉望和女庸一起把床垫搬到女庸茶室住处 拉望发现后夜里前进茶室 想要把躺在床路上的流浪汉给杀了 最后紧流下几滴眼泪 流浪汉身上安抚和擦拭拉望的脸颊 两人达至和解 该夜工作一身疲累的女庸上来 躺在床路上 抚摸流浪汉侧身躺着的背部 流浪汉回后身躺 一手揉住女庸的肩 另一边是紧靠着流浪汉躺在身旁睡去的拉望 片幕是长达超过四分钟的固定长镜头 这张床路出现在废墟大楼的黑水上 拉望 流浪汉和女庸 躺在漂浮的床垫上 流浪汉右手揉着女庸的肩 左手揉握住拉望的手 外外之音是大马歌手陈素萱 以华语高唱李香兰的时代曲 新曲 我要依偎在你的回报里 因为只有你和我心意 何况冬去春来又是花开满长蹄 你可看见蝴蝶也在此比翼双飞 我要告诉你说我爱你 因为你已占据我心扉 何况江南三月满眼春色正齐曳 你可听到黄音也在歌颂双漆 在影像视听学对聆听模式的研究中 语意聆听只像一种用来诠释信息的符马和语言 蔡的电影极少口语 时代曲往往成了取代口语 并串接各种信息的场景的语言 时代曲的歌词在此构成了重要符马 黑眼圈片末以语意聆听的模式 透过新曲歌词所一直强调的双飞和双漆 暗示三人互不排斥的亲密关系 已超越了讲求双双对对的一般情侣模式 这将从影片开始到结束不断移动和漂泊的床垫 显然成了这三位底层工人唯一的七身之家 同一阶级的身份认同 把这三人进行亲密连结 而不再是种族或国籍身份 华语歌曲新曲更扮演着连结华屋关系 和男女关系的神奇功能 除了续境外的华语歌曲新曲 续境内也飘逸着另外两首华语歌曲 《星桃花江》和《恨不相逢未嫁诗》 《粤语歌曲必比狂尊》 《马来歌曲三分前之歌》 《印度歌曲》 《宝贵演》 和莫扎特福写的德文歌曲 《摩迪》 《画像中的美人》 和《心中燃烧的地狱复仇之火》 蔡的其他电影只专注于在现场 其中国的华语时代曲 《黑眼圈》上述这些来自各国各族 和多余的华语歌曲 就突破了他一贯比较单一的音乐形式 好笑喔 我靠手看不出来了 我要换手吧 嗯 好好继续来念这一本 《义故蓝牙文化霸语》 好 看一下 刚翻了一下 第六章 《家庭社会与政体》 国印度家庭社会与政体结构 直击于生活过去 直到今日仍旧持续发挥影响 我们必须将它们视为长期结构 比起线索历史趋势的连串事件 拥有不同而长缓的节奏 横章与下一章中 我们将转向不同方向的分析 解释长期延续 变化齐环的社会体制 与自己的概念 而非持续变动更多的事件 印度的婚姻 新属与家庭 形式高度不一 因此想要 概括总论印度社会的家庭层次 特别困难 然而印度的家庭与婚姻人 就具有某些明显特征 我们可以从描述这些特征开始 并谨记它们并非放租全印度贴准 更非代表全体 形式高种新印度教徒的家庭与婚姻特征 又要是第三章 数级的废图模式延续 它们形成的是精英架构 而非一般或素兵性架构 它们理解可见 并带有典范限格 作为其他同性模仿的形式 最后我们会讨论 这些模式不同之处 由精英典范出发而影响深远 同时在法论中 有大量的书写记载 艺术表现则提供的其他参考来源 一体精美的诸若时期雕像 描绘师婆与雪山神女帕尔瓦蒂的婚姻 朋友妻旧毕识与女士 展现出完美的家庭形象 我们将由婚姻的两大特色出发 婚姻为继续安排 然后办理 而且不可分离 婚姻是父母经自信考量过世 当姻缘的不同因素后安排 主要是男女状况 必取为相同种姓 不同式的女性 星座匹配 以前素因素为重 第一步讲述男女状况 都感受到此 但感受并非婚姻的基础 婚姻因已建立 双方长家庭相对人的关系 为主要目的 男女之间可能会产生爱情 但因于婚后而非婚姻之因 过去这些连姻经常在 男女状况同事时期就离地界 因此即将让孩子在青春期前 就订婚或结婚 同婚会等到青春期后才远房 现代的印度共和作者 制定法律 提高法定婚姻年龄 替别婚姻相关作法 也历经其他形式的转变 婚姻安排好后 则由祭司在训组之前 唱作为国咒语 成生正婚 事实上 婚姻仪式是 留神基金最为活跃的配合祭义 整个仪式透过赴胜 还有婚姻无法婚礼的联结性质 因此无法离婚 婚姻的仪式是将一对夫妻型作形的整体 目的在于进行家户记忆 在家户中 年龄最长的已婚男性则是 执行长既监祭司 没有圣伙与废作真言的次元婚姻 可与主要婚姻地结或组织 但可随时撤销 以上是国印度的婚姻 接下来我们将转向家庭的主要特征 初代同堂、土地共有、父权家庭 比起以夫妻子女为主的核心家庭 初代同堂家庭的人数分别较大 在印度通常是以父系传承 也就是男性技术关系为架构 不过印度也有知名的武系传承案例 将在最后说明 在经过模式的谜底下 假设夫妻改成为准则 初代同堂家庭成员 同堂长毛或夫妻 未婚女儿和其父与生子女 我们立即可见大家庭中 三代或更多代成员共居 同时也看到男孩与女孩的秘密截然不同 男孩留在婚姻家中 女孩长生后将离开婚姻家 迁入帐婚的家庭 这表示家庭中女性保障 两种不缺类型的妻子及女 而家庭男性对彼此而言都是一样 即由同一群男性先祖传承的 夫系亲属 印度家庭的成员为多代同堂 土地都会共有 以及整个家庭共同作为土地的 单一持有的人 家庭男性皆由土地持分 父母去世后 兄弟可在长子为首的状况下 持续共同持有 并可在家庭长之职 传承给下一代长子的前提下 无限持续共同持有 或者他们也可平分家中土地 无论如何 家庭房地产便可以透过遗族交付 因为房地产是共同持有 并为父亲个人财产 而是在古老段期下 有生命天分之外 继承时间点可能在家庭 去世多远之后 因此提前则实际由 儿子共同持有 延迟分割继承 也有助于为情歌 代表同堂的家庭 这里我们再次明显看到世界差异 多代同堂家庭的 所有男女成员周路 承受的家庭农田货物群生产所提供的 食物、住宿、衣物等资源 但仅有男性是土地的共同拥有人 由于女儿终将家庭农田的家庭 近世纪税基地等家庭财产的共同拥有人 虽然20世纪中的法律再次修正 然而他们出嫁失地 确实会带走一部分可移动的家庭财产 特别是沙利、残储具、女主宝 如果家庭富裕 数量可能相当惊人 这份假装称为女人的财产 因此连财产也受到性别影响 并采取不同面向 明显可见的是 由于共有指的是房地产所有权 因此拥有相当数量共产的家庭 才会形成共有 而这类家庭只需少数 无论如何 家庭财产的共有 仍是印度生活的重要特征 在印度共和国中 约10%的家庭已为分割共有家庭财产的身份身 最后 印度家庭为父权家庭 一级家庭掌握在父亲的权威之下 或者在兄弟持续共居的状态中 则指家中最年长的男性成为家庭 印度家庭为双重负权 女性主义定义负权制度 为女性受到男性制度化的抑制 在这个定义下 所有社会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负权制度 印度当然也不例外 但我们描述的家庭模式中 还包括负权载质更古老和狭隘的定义 不仅家中所有女性还包含儿子 即便儿子已成年已婚 甚至拥有自己的孩子 仍然受父亲监护 换句话说 家庭是家中唯一的法律成人 服务向外在世界代表大家庭所有成员的权利 例如在法律 取个例子 就像在法律部中 其他人都是未成年 同理 他也代表家庭 担任祭司 向圣服献祭 光从父神体性质都我们一定不探究 儿子即便成年 只要父亲在世 原受其监护 达而在废头传统中 女性中期一生都在男性的监护下 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但同时 女性的妻子身份 对于以已婚夫妻或至少是已婚男性家主 作为献祭主角的废头女伴来说 极端重要 但因成功于上妇之下 女性虽有宗教上的遗义 却少见于书面领的地板中 家族拥有的父亲的权威无疑更多 无疑更多 无疑强大 但也非无限 她并非家庭财产为拥有者 而是与子行共有 如果没一见 至少在古代中 她并没有透过一股区分 一群分财产的存力 在尺度层次上家庭的种系列 即便成员死亡或替患 也会有充分的家庭 也会有充分的家庭 也会有充分的心脏 此种印度家庭模式 因理解释理想形态 而非一般印度家庭的前部描述 这是由宗教思想称持的文化建构抢物 极限于神话之中 藉由宜世家旗的神圣化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 关于家庭的想法 在佩托世纪已完全新 其他早期印尔语世社会中 也呈现部分与特色 例如希腊人、罗马人及格斯人 近日在印度教徒的族群中 持续家庭理想的研究 永远重要影响 虽然家庭模式的某些部分 以为法律大能更动 这些理想最重要的严重 就是因为法论的法学文献 将废头人民的信仰 与时间进步发展并高文化 法论的内容 大多处理家庭法两大主题 婚姻与财产分割 我们需要检视法论传统 如何承识民家庭的影响形态 广义来说 印度教徒承认 许多不同种类的超人类名前存在 可分为两大类 提婆或神器 与父祖或祖先 背头经典的复杂仪轨中 要求设置三坛圣伙并任用多名 担任中介的佛罗门祭司 比较传统的家庭仪轨 只需一坛家户圣伙并由家主 自行献祭 换句话说 就是由家主担任祭司 家庭仪轨供奉两种超自然存在 对所有家庭来说 提婆都是相同的 然而父祖对个别家庭 却是不一无二 包含遗师的父系祖先 因此 家庭与祖先崇拜之间 社会整体与神器为主的宗教 佛家宗教之间 均存在着结果关联 除了每日向家户火坛 献祭众神 祖先与其他存在外 大品宗教还包含一系列 以礼称为过渡仪式 并指擦亮或生至完美 协助个人由生命的一个阶段 过渡到另一个阶段 这些过渡仪式甚至是 以出生之前 协助受孕体中配胎人的仪式 甚至是出生以婴儿期仪式 男孩成为废头学生的入法礼 以及婚姻 生命终结之时 也会组织数种仪式 包括死者火化 协助星期王回顺利 前往父祖世界 立即向祖先购奉饭团 乙清水等 祖先则给予家族成员 增加土地深处的健康生育能力 也有作为回报 在此概念下 家庭的目的在于家庭之外 并非只是为照顾生者即反映后代 而是为了供父祖先 并届次确保他们在父祖世界 持续拥有一席之地 因此家庭的土地继承 与供奉祖先的职责息息相关 祖先无法自我供奉 其夫子延续在父系子尊一脉的有序存成 这便牵涉到生育子嗣的重要性 因此法论发展出一系列律法 在母子的情况下 创造继承子嗣 法律认可的十二种子嗣 指于肉身之子 指生理上的子嗣 接着说明其他类型的子嗣 例如若夫妻有女儿子 可以指定女儿结婚后生养一子 作为父母的合法子嗣 而非女儿与女婿的子嗣 这就是指定女儿之子 或者若夫妻子女皆无 可透过人类学家称为 夫兄弟婚的不老师叔 印度人则称为尼洛家 让无子女的寡妇 与已是丈夫的弟弟同居 以怀孕产子 此子将视为死者的子嗣 而非生父子嗣 这一做法并非婚姻 因为弟弟不屈 得成立自己的家庭 生育不及的几次 古典时代中 古老的尼佑家 西叔一词间淡初 收养成为主的做法 这里的收养 以西方人习惯的方式不同 在国印度 养子很少是孤儿 相反的 因初季生育良好 且也相同种性的家庭 由于养子将永久脱离 人生父母 转入周养父母的家庭 并他们去世后 向养父母和非生父母 共通犯犯人薪水 因此 养子不得为原生父母的弟子 否则他们只会降落后的重控 这些复杂的概念与实践 强力支持婚姻生活典范 甚至父母超越性命癌 反作不同原则 在不胜稳定的统合中 连接起来 夫与西等同的重要性 以及夫对西的阶级关系 这样的状况 表现在古老概念中 孩子的出生 一方面被视为 父母双方同一等 且夫妇的生理奉献成果 另一方面 幼类比义成田地与种子 在此比喻中 男性元素决定了孩子的结构体质 如先所述 法论典范是高中性的典范 因此 我想要描绘印度家庭 比较恰当的图像 就有必要介绍一些 主要的复杂因素 与例外情况 我们可从非非和宗教 对家庭与社会生活的态度开始 佛家有其那教 认为人们必须放弃 家庭生活成为僧尼才能获得解脱 虽然并非反家庭 这些宗教的主流 在于隔离家庭与种性的实际价值 使家庭与社会关系为文理行为 而非宗教义务 只是为气势者更高的状态出准备 因度教本身也拥抱气势理想 但透过将气势放在 个人完成家庭职责之后的阶段 可供选择 借以调和气势者理想 与家庭典范的冲突 气势者典范 因此成为所有因族宗教 无论废陀或反备陀的核心 与婚姻生活理想之间 存在着某种极章关系 以下由情续点 典范出发 让我们透过基础的同面下来 解释差异 首先是高种性和低种性 我们已知法论的家庭生活典范 属于高种性族群 特别以长期家族的形成语言是不关 因此某个角度上 财产典范的家庭关系 高种性族间的家庭生活 形式变异更多 或者是同年有缺 至于拥有诸多财产的家庭 与生物很强或财产 其少的家庭之间的差异 听求家庭生活 倾向简便简购 如于缺乏性成大家庭的财产 平成家庭的以小家庭为主 婚姻也较容易 一当是人心意缔结或解除 可以包办婚姻 这类婚姻也缺乏法论中典范 以家庭的小家庭学性格 再来是父系和母系 虽然父系还曾分布及广 人有数的团体是以母系源的架构 起来 主要位于南方的克拉拉邦 及泰比尔纳都邦的部分地区 包含克拉拉的往事和地主位租 直到晚季时期 他们仍居住在大秦人士地产上 地产由母亲与女人拥有 纳雅尔家庭结构 并非父系家庭的直接进降反射 男性与母亲姐妹 在原生家庭中朋友生活 他们造访妻子 而非与妻子同居 纳雅尔女性通常拥有庶名丈夫 丈夫在不同夜晚造访妻子 会将盾牌留在妻子屋外 告知他人 因此在传统纳雅尔制度中 婚姻连结相当活弱 缺乏联盟色彩 主要是个人喜好 父子也很活弱 纳雅尔人是生育良好的印度教徒 并智力发展范围学术 他们的婚姻与家庭传统 彰显像事实 法论并未将典范定为 所有人都应遵循的正统或使承认区域 与种姓惯息间约定俗成的效力 再的是北印度和南印度 法论中明确认可 交表婚为满方的区域惯息 对于居住该区域的人民视为有效力 使用达罗皮图语的南印度人 与斯里兰卡人情向交表婚制度 以及让自己的子女 与异性守移的心物 就是兄妹或姐弟的儿女 或者是关系教员的类似 两兄弟姐妹成婚 交表婚制 让家庭之间的联姻关系可代代相传 被印度则缺乏此种效应 影响之一是为女性减轻 娘家与佛家之间的差异 明文显示 南印度王室山庸交表婚的特点延续王座 也就是透过多代重复联姻 并并公布其他王室的经济领域 例如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部分 伊斯兰教传入后 并不一定会改变改宗印度人的家庭生活 例如南印度的穆斯林当中也有崇溺者 然而伊斯兰教对南亚的影响之一 在于将中东的婚姻形态 通过伊斯兰教法的推广 灌输至某些南亚穆斯林的行为中 他们的倾向与堂兄弟姐妹 也就是叔伯的孩子地结婚衣 并非男一部的交表婚 换句话说 父亲兄弟的子女就是彼此伴侣首选 这一做法就是违反法论典判中 禁止嫁娶近亲 特别是父亲近亲的典判 此局也与南印度模式不同 南印度的谈兄弟姐妹 会互称兄弟姐妹因此不得失为婚姻对象 此外 伊斯兰教法还提供离婚 再婚与完全不同的继承模式 以上已提供足够案例 说明印度家庭生活的状态 现在我们转向更大的超越家庭的 族系氏族和总性架構 家庭无法孤立存在 他必须与其他家庭建立关系 这些关系则与婚姻规则有关 首先 家庭依族要传承方式 父系或母系 即可成士族或族系 这些族系通常是外婚系 一级不得嫁除内部成员 离游士亲属关系过于接近 例如 侯罗门分成17个左右的外婚族系 称为士族 传说是时间之初首先听闻废陀 并为人类获取废陀 知识之闲者 父系传人 士族成员不得嫁取同士族 即出身同一士族者 此外法论更规定不得嫁取同兵达 一级向同一人供奉饭团的亲属 也就是说拥有共同祖先的亲属 此项规定是针对拥有同一祖先的男女双方所间隔的代数或亲属级数做出规范 通常若双方的亲属关系在父系七代以内或母系五代以内 则视为同兵达 其次 禁止内婚的士族或族系 与其他士族或族系之间具有婚姻联盟或潜在婚姻联盟的关系 这类可联姻的士族或族系集合组成种姓或成家庭 种姓群形内婚制 亦及嫁取对上为同种姓或非外种姓者 然而婚嫁对上中存在着上嫁的倾向 以及较低阶层的女性嫁给较高阶层的男性 在某些状况中 这一原则会造成跨种姓婚姻 相反则为错误方向 法论经典中有对数形容两个方向的婚姻 顺婚与逆婚 如同抚摸毛毛时的顺逆方向 但在多数状况 种姓之间的关系 并非由婚姻取决 而是另一种关系 接着我们将进入印度数年的种姓季度 虽然印度共和国已宣布 种姓歧视为非法 并制定积极评学措施移民 能够玩的种姓劣势 印度拥有若干度 印度拥有数千种姓 各种姓一般而言仅限于印度单一区域 种姓都有名称 人民也经常透露出种姓讯息 每个种姓都与特定职业有关 产为传统职业并非义务 种姓成员也可另则他途 种姓成员通常 种姓团体通常设有地方长老议会 管理成员言行对破坏种姓规范者可适致裁 若有极端状况中可将成员逐出种姓 若有极端状况中可将成员逐出种姓的权利 种姓规范通常包括与其他种姓不同的限制 特别是婚姻与性外性通常遭到禁止 饮食分享则有各种限制 以外来说包含米饭的热食仅能与同种姓者共享 而为煮的米麦、为些水果、蔬菜及澄清奶油 和糖煮过的甜点则可在实际中伴授 或从其他种姓者手中拿取 好我们今天我看一下时间 好时间差不多今天就念到这边 好拜拜